11月1号第一批享受免签证待遇的台湾游客将抵达美国 洛杉矶方面表示会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 还有红地产的高规格迎接 而在前一天的庆祝酒会上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表示 中华民国国民赋美免签证让台湾人民有尊严 大陆民众对比台湾和中国大陆 很多人认为大陆邦交国家这么多 却很少有国家给大陆人民免签证待遇 这对于中共当局来说是一种耻辱 台湾赋美免签11月1号正式生效 10月31号晚台湾外交部在台北宾馆举行庆祝酒会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表示 今后中华民国国民赋美从过去要签证的常态 变成免签证的礼遇 这说明国家受尊敬人民就有尊严 10月2号美国宣布给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公民 免签证待遇 至此台湾成了美国第37个免签证国家 对照中国大陆拥有170多个邦交国 却只有20多个国家免签证 而台湾仅有23个邦交国 却有129个国家给予免签证待遇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落差 首先是两个地方的制度不一样 台湾是民主制度 而中国大陆是独裁专制制度 另外大陆人的总体数字跟台湾人的总体数字也相差很远 大陆的人的非法移民倾向可以说比台湾人的非法移民倾向要重得多 这也是很多国家不愿意给予中国大陆人免签待遇的重要原因 自由撰稿人刘一鸣还指出 中国人诚信度比较低 如果去了外国很可能一去不回 觉得美国能够给予台湾免签 而中国大陆当家国这么多 却很少有国家给中国大陆人免签待遇 这实际上对于这个统治者 对于中共当局是一种耻辱 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人的各方面的品质 实际上就是说中国人大陆人的数字比较低 回根结底这个责任还是在中共坎字 博客作者于小平看文指出 中国这些年发展的越快 在国际上就越胡来 从免签证待遇一目了然 他说人家对你不过像看一个爆发户一样的眼光 而提出亨市签证受限指数的Henley and Partners 顾问公司研究了不同国家的公民 所享有的免签国家数 给出了各国公民享有的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 2012年最新亨市签证受限指数显示 中国的得分为41排行第92 与尼泊尔和叶门并列 连叙利亚和伊朗都排在中国的前面 中国护照免签问题一直处于尴尬地位 在各大论坛贴吧的网友讨论区 都能看到网友对这一事件的争论 而网路上更流传着 中国护照被视为全世界最垃圾的护照之一 目前中国护照免签递友 塞西尔 所罗门 叙利亚 伊拉克等20多个国家 被网民嘲讽 只怕有命去无命回 多是战乱和霍乱国家